善意的人物设定是对自己作为剑士的实力完全没自信 害怕并逃避于鬼的战斗 紧张到极限时会昏睡进入半觉醒状态 发挥本来的强大实力不是为了招 正常事态没自信 发挥不足实力 我七善意这个角色开头 却能并不让人讨好 毕竟他是个在街上随便拉个人 想让对方当老婆的人 然后又是拉着探志郎的不小拖后腿的人 虽然我七善意还是一如既往的吵吵闹闹 不过通过一些他自己的内心戏 让观众们知道 其实我七善意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比如前面的分给探志郎半变饭团 本话中虽然前面一直抱着 正义说不要不要的 当时任鬼是没有来临的时候 他主动放弃自己让正义独自逃走 当然 我七善意也并没有表面上这么弱 善意的师父桑岛慈悟郎的身份 其实一直都被人们所误会 他确实是助前辈也能够使用雷之呼吸 但却并非雷助 在公式书中桑岛慈悟郎的身份 是冤鬼杀对名著 日语中雷和名差别很大 绝对不存在硬作或者答错的问题 而在故事中关于桑岛慈悟郎 也只是提到他曾是助 并没有明确说他的助名 因此可以确认桑岛慈悟郎 确实是名著而不是雷助 雷之呼吸原本有六事 善意开始指挥雷之呼吸第一事 他师兄会胜于五事 在善意在无限成员中 自创第七事打败他师兄时 雷之呼吸最厉害的确又是第一事 正所谓凝视不高 善意的雷之呼吸可以说是非常难练习 因为一般人没有天赌学习 也承受不着雷之呼吸的训练 只会一招的善意就如此厉害 获其实力不可不量 天下五波 回快不破 说的不正是善意吗 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讯息 请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如果喜欢视频可以点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